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洪都拉斯队在主场先胜一局 萨尔瓦多球迷抱怨在洪都拉斯受到粗暴对待 在萨尔瓦多的第二场 该国球迷也对洪都拉斯球迷毫不客气 双方民众的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 得知萨尔瓦多最终获胜 洪都拉斯立刻开始了大面积的殴打 驱逐萨尔瓦多移民和强掠财产的暴力行动 这触发了萨尔瓦多的强烈反应 1969年7月14日 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发动了闪电式的武装入侵 足球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当然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可能光是因为一场球赛 因为两国间的领土争端 经济纠纷和移民问题才是主要动因 虽然战争只持续了短短四天的时间 但双方人数却达到了两千多人 而且大部分还是平民 细算起来这笔账 其实双方都输掉了战争 球场上的你争我夺 倒也能握手言和 可战场上的你死我活 却从来没有儿戏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冰冰 哈喽大家好 我是点冰小姐姐 点冰小姐姐 名字有点长 我们点个字 点冰小姐咋样 大老您说的算 不过为何感觉这个名字怪怪的 怪怪的那就再少一个字 点小姐 走开 玩笑就到这里吧 军迷朋友们快来关注我们 每日点兵微信公众号 每天去新军事 要文等着你哦